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上了年纪 就会担心自己晚年生活该怎么过 毕竟年纪大了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万一自己老了生病了怎么办 万一老伴哪天不在了怎么办 万一子女到时候不孝顺怎么办等等 我们通常都希望自己晚年生活有个依靠 不想一个人孤独地生活 但人生就是那样 我们不想要的总有一天会来 人的一生最终总要面对孤独 还没有发生的事就开始起人忧天 还不如提前做一些准备 有道事未雨绸缪 就算发生了什么事也可以及时应对 前段时间 院区里有位68岁的老人跟儿女吵闹的事情折腾得沸沸扬扬 大意是老人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老家的房子卖了的钱都拿出来给儿子买了这套房子结婚 本以为可以跟着儿子一起居住养老 谁知今年孙子刚上了小学 家里就折腾起来了 婆媳不合 儿媳各种嫌弃 希望老人能够搬出去居住 让年轻人自己单独生活 老人后悔自己把所有的积蓄都奉献了 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只给儿子买房首付 这样自己的老挝就不用卖了 手里还有积蓄 加上退休金什么的也不至于没有退路 老人悲愤地说 人老了 钱没了 人也就没人要了 本以为自己把一切都给了孩子 能够得到孩子的孝顺 谁知道帮他把孩子带大 没用了 就不想让住在一起了 七十岁的徐大爷说 人到老年 谁都逃不过生命的洗礼 都会过得不容易 可如果能够做到为雨绸缪 提前给自己留下这四张底牌 余生才会越过越好 倾诉人 七十岁的徐大爷说 我今年七十岁了 老伴六十九岁 我们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生活 三个儿女也会经常回来看望我 帮忙给买点日常用品 偶尔也会带我们一起出去旅游 我觉得 人到了老年都不易 谁家都有谁家的男 只要老人自己提前给自己准备好这四张底牌 那么余生就会越过越好 首先是积极锻炼身体 保养好身心 千斤难买体健康 平安自适值万斤 人到老年 身体健康是最为重要的 投资健康是最最正确的选择 有的人退休了 还想着发挥余热 继续打拼 想着为子女多挣些钱 却忘记老了 身体健康比任何都重要 锻炼好身体 保养好身心 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家有千金 躺在病床上 再美好的日子 自己也享受不了 不仅连累家人 自己还要备受病痛的折磨 有人说 一个家庭的贫困和富足 也许只隔着一张病床的距离 久病床前无孝子 久凭家中无闲期 人老了 长时间生病 也会让年轻拼搏的孩子 失去了耐心 产生厌烦 不仅如此 就连身边最亲近的老伴 时间长了 也会嫌弃你 所以说 要想余生过得好 手要有个好身体 健康是及时 没有健康 一切皆为浮云 其次就是 要把家庭关系建设好 一个和睦美满的大家庭 每每让人想起 心里都充满温馨温暖的地方 过去说 人这一生 也许到过天涯海角 躺过千山万水 但最让人难以忘记的地方 那就是家的温暖和温馨 家 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 不管你远游多久 最终都要回家 人到老年 要好好地跟子女相处 让自己的家 成为子女愿意回来的地方 常回家看看 带上问候 带上祝福 带上心愿 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很多时候 有的老人觉得 自己手里有钱 子女自然就会愿意回来 其实 那是老人自己的一厢情愿 没有温情的家 再多的金钱 也换不来亲情的温暖 而与家人的关系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而是几十年的相处 老人要做到 尽量一碗水端平 哪个子女都要善待 这样人老了 孩子们才会愿意回来看望你 我们做老人的 要有老人的样子 不要以老卖老的不讲道理 善待自己的老人 爱抚自己的孩子 这样才能够让孩子 耳独目然地学习 将来我们老了 他们也一样待我们 才会让一个大家庭 越来越温暖 第三就是 人到老年 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三宝 老伴 老本 老窝 王尔德说 年轻的时候 我总以为钱就是一切 等我老了才知道 确实如此 当今社会 发展得如此快速 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 手里有钱 心里才会不慌 存款是老年的底气和尊严 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了 不到最后 不要交出自己的老底 我儿子结婚买房时 老伴说就这么一个儿子 还不给他全款买房 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我三个儿女 如果全款给儿子买房 两个女儿的嫁妆谁出 我们的养老拿什么做保障 最终 我还是只给了儿子付了首付 他们年轻人自己还贷 我们还有钱给女儿一些丰厚的嫁妆 自己手里还可以留下一些养老钱 孩子们高兴 我们做老人 也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 世间最不能直视的是太阳和人心 人心一变 感情也会改变 还是保留些的好 在儿女需要的时候 再资助一下的好 有的老人觉得养儿防老 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儿子 却忘记女儿也是自己的孩子 卖了自己的老窝 也要给儿子买房结婚 让女儿做伏地模 最终把原本好好的家庭 弄得支离破碎 自己得不到善终 还让子女有分歧 人到老年 三宝一定不能丢 要好好地守着 这是老人最后的法宝和底气 第四 人到老年 要有依靠自己的心理准备 不要把自己的养老 完全依靠在孩子身上 以前传统的思想就是养儿防老 觉得那是我们的古训 是一辈辈人的传承 还是很可靠的 可现在的真实生活里 养儿防老却成了主题 有多少年轻人在啃老 又有多少老人 被年轻连累的老年日子 过得苦不堪言 社会的发展 生活节奏的加快 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变得越来越淡薄 包括亲缘之间的感情 也会在利益得失里 越走越远 如果在如今的社会里 还抱着养儿防老的思想 真的会让自己的老年失望 要主动为自己的老年生活 做打算 在有能力的时候 多存下些养老钱 要有自己的老年 自己做主的思想 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成长 老人也是一样的 只有不断地成长 学习新的知识 让自己与世俱进 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才能够为自己的老年做主 当老人有自己独立的经济 独立的思想时 儿女会对你有格外的尊重 和敬仰 这样的老年 才是快乐幸福的生活 如果处处都需要依靠儿女 时间久了 也就会被嫌弃了 所以说 人到老年 要提前为雨绸缪 为自己做好这四张底牌 拥有健康的身体 与子女和睦相处 把握好自己的养老三宝 还要有依靠自己的心理准备 做好了这些 余生才会越过越快乐幸福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